博里达的迈阿密海滩涌入大批的游客 无视防疫的狂欢 让警察不得已只好发射胡椒喷雾来驱散人群 博里达迈阿密的大街上万头钻洞 上千人密密麻麻挤得水泄不通 几乎把这里淹没 他们喝酒跳舞开趴庆祝 准备彻夜狂欢 把防疫规定掏出脑后 这群人很瘋狂 我们在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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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值美国大学生放春假 连续几天游客暴增 游入迈阿密海滩度假 越夜越疯狂 眼看情况快失控 警方从晚上八点实施宵禁 不能有人逗留 残亭必须打烊 接着进行强制驱散 动用胡椒喷雾逼的人群四散一片混乱 说明失控的游客遭到逮捕 而小警至少会持续到 四月十二号 迈阿密海滩市长不客气的警告 如果想来疯狂一下 请去别的地方 而纽约布鲁克林则出现了首例 巴西变种病毒患者 一名九十多岁的女性 没有理由使去染疫 恐怕已经爆发社区感染 不过德国生气公司BioNTech 执行长则乐观的预测 随着各国展开疫苗接种 欧美渴望在今年夏天结束前 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最后报道